上面说到过的十二元起说 在哪里呢 在这前面我们说到在184页这里 就讲到元起 182页从四地讲元起 苦极灭当 那么讲这个元起 184页这个元起十二支元起 就讲这些 这十二元起 好 好 换回来 上面说到过的十二元起说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不过是烦恼起夜感苦火的说明 就变成莫越苦 一般人是这样认为 但仅仅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它确实是这样 但不只是这样 这个说明了生死的无限元须 并非神造物 就是它是有义有缘 好 那并不是上帝创造的 也不是上帝造成的 就是部分的分别法相的佛学者 阿比达姆的 就是研究佛法的 分别法相的 这些佛学者 研究者 也每每如此 认为只是这样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不过是缘起的世间症间 只是看到世间症间 我们讲世间跟处世间 就是我们说的 你知道 你看到了你的病 跟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病 但是你不一定能够能够把这个病去除掉 你要知道那个病 所以他说这个是缘起的世间症间 怎么能够解脱生死呢 你只知道因为起烦恼 因为造业 所以受苦 你只是知道这样 那现在就能解脱生死吗 当然还没有 那阿难曾经代表过这样的间谛 就是这个阿难曾经跟佛说 这个缘起也没有那么难理解 佛者就跟他讲 阿难你缘起甚深 那么以为缘起是很好懂的 佛就因此为阿难说 诸缘身法 就缘起法 是以其意甚深 缘起意是甚深的 他说 此缘起意甚深 免意甚深 佛者是这样讲的 此缘起 其甚深 免意甚深 这缘起的意义 非常的深 你要了解 它是非常的深 所以心经就会讲 要怎么样 要行深 因为烦恼也甚深 生死的道理甚深 所以你要能够解脱 这种也甚深 所以你能够弃入缘起而证悟无我 这个背负甚深 所以他这里讲 就好像这缘起的甚深 就好像什么 好像大海一样 不容易测渡到 这个大海到底有多深 所以要知道缘起是佛在普迪树下 觉悟正德的道理 所以不要说人 所以不要说人就是天模犯也都是不能通道的 人上去是天 那么天其实有三个层次 叫做欲界色界无色界 那么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 欲界的天是以福报来分 色无色界是以定力来分 跟智慧没有关系 我们六道里面 凡夫里面就六道 六道里面主要最 主要凡夫里面主要就是六道 我们就叫五道 或是六道 六道里面三二道 或叫四二道 这个第一 凡夫都是没有 没有正见缘起的智慧 那么圣者就不是了 圣者是以智慧来分的 凡夫是以福报来分 那这个福报的来源主要有两个 福报的来源 我们可以讲三个 前面也有讲到 这个五圣共法里面就讲到 福报的来源是以福报来分的 福报的来源有三个 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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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思 跟修定 就是他的福报来源 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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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慈见 慈见 慈见 另外一个就是修定 禅定 这三个是福报的来源 那第一 恶鬼 畜生 如果六道的话就多一个阿修罗 五道的话就没有阿修罗 另外人跟天 从这里分 北传是从这里分 三三道 南传是从这里分 四二道 这个北传 北传是把这个叫三二道 这个是北传 南传是把阿修罗算在里面 叫四二道 那有些不派没有阿修罗道的 这个是南传 南传的是把这个叫做四二道 北传的是把这个叫三二道 那主要是人跟天 那都是因福报来分的 天 天里面有 天里面有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那 这个底下都是在欲界 那天里面有欲界 欲界天 色界天 跟无色界天 那么这里过去 这里过去是定 修定而成 这个是布施慈界而来的 布施跟慈界 有布施慈界 因为人 人是有慈界 主要是人慈界 那欲界天 欲界天 除了慈界之外 那还要布施 那所以布施慈界而来 欲界天 那么再加修定 再加修定 如果你没有布施慈界 你单单修定也不行 也会剁三二道 如果你没有慈界 没有慈界 那么你单单 你单单修定 那么 单单你没有慈界 就不容易成就定 那个就被你协定 所以你一定要慈界 才会有定 你一定要 那你慈界又布施 你就生欲界天 你慈界又修定 你就生色无色界天 就是这样 好 所以基本上是这三个 如果你慈界加布施 那么你就修 你就到欲界天 欲界天 如果你慈界加修定 你就到色无色界天 色无色 色无色天 色无色界天 好 那这个基本上都是依福报来分 那么圣者当然是依智慧 一正无我见缘起的智慧 那也有生有浅 依智慧来分 就四川八辈 那我们先讲这个 因为现在要讲天模范 天模范 这个色界天 天 天模范的天 主要指欲界天 欲界有六天 但是一般来讲 天模范的天 指欲界的什么 欲界的道立天 欲界有六天 四王天 四王天有时候也叫天 但是大部分指刀立天 天模范的天 指刀立天 那就是我们讲的欲皇大帝 所以讲我们所有的欲皇大帝 是在刀立天 四几环渊 再上来是夜谋天 夜谋天 哪里是多帅天 多帅天 你们在菩萨那里 多帅天 再来是他画 画自在天 画乐天 这来是他画自在天 那么这个是指天 这个是指天 这个模有两种 范之色在天 色界 我们先来讲 色界有三 有四的 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总共有18天 一界有六天 色界有18天 那18天其实是分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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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天 四禅 有九天 那出禅 二禅 三禅 都三天 总共18天 那重点在出禅 出禅 出禅 有三天 主要是犯大犯天 大犯天 是出禅的第三天 那犯重天 犯虎天 其实应该是一天而已 这三天其实是一天 因为这个是大犯天王 这个是他的天使 这个是他的天人 其实就是这样 犯重天 犯虎天 跟大犯天 这个叫做犯 犯是指这个 虽然都是犯 但是 虽然都是犯天 但是 我们叫天模犯的天 这个都是天 但是我们说的 佛法里面讲的天模犯的天 是刀立天主 刀立天主有33天 刀立天主有33天 刀立天主是在中间那一天 旁边各有八天 他是指刀立天主 刀立天主 四体还原 天模犯的天 是刀立天主 就是第二天 模 模有两种说法 主要可能是 如果以天模犯的模来讲 主要是指他化自在天 就是预界点 预界的第六天 所以 如果佛法里面 常常看到天模犯 如果照这个次第来说 天就是刀立天主 第二天的刀立天主 预界第二天刀立天主 预界第二刀立天主 预界的 就是这里 预界第二天 预界的刀立天主 预界的是预界点 天王您天主 天王 道立天王 那我们就说道立天主 那么摩是御界 他画自在天主 就他画自在天王 这个是御界 这个是御界点 御界最高的 他画自在天王 天主也是一样 那范就是大范天王 就是这个出禅天的天王 都是天王 这个也是天王 道立天的天王 其实就是 道立天的天王有33个 那王中的王就是道立天 四体皇天王 那范是社界的 范是社界 社界的大范天王 一般来讲天魔范是这样 但是魔还有另外一个 一般是指他画自在 御界的他画自在天 但是也有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社界里面 社界顶 某有两种说法 但是一般来讲是指御界 有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社界顶 社界顶 一种是御界顶 在御界的顶就是第六天 他最高了 在社界顶呢 社界顶就是市场有九天 这个是社界有九天 第九天 社界市场的第九天 社旧境天 那么也有说社旧境天 是摩西索罗天 那一般是指这个 一般是指这个 那一界顶跟社界顶 有时候都叫做摩天 所以社界顶 摩西索罗天 也叫做摩天 那但是社旧境天也是 也是五不还天的 最上面 所以才会说 摩王其实是实地菩萨来的 有时候就不说 那个摩王有时候指的是社旧境天 但是现在的天摩万的摩 一般是指他画自在天 就稍微分一下 好 那这里说到 所以他这里这样 不要说是人就是天 那么天是指玉环罢丁 那就是道立天 我们叫做玉环大帝 那摩 范 范就是上帝 天就是大叛天 就是大叛天 那西方人叫做耶和华 叫上帝 那这个耶稣是这个上帝的独生子 也像这样 那么也都是不能通道的 你仿佛没有办法 仿佛是福报的 福报就是 你持戒加布施 或你持戒加什么 加修禅定 就只是这样的 他没有出世间的智慧 也可能有世间的政见 但没有出世间的政见 所以也不能通道 这是佛法超越世间 就是圣出世间的根源 所以佛教跟其他的宗教 最大的差别在 圆起无我的智慧 那因为圆起甚深 你没有相当的智慧 无肉慧 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所以佛教跟外道最大的差别 不是戒不是定 而是无肉慧 圆起无我的智慧 所以当然是圣生即圣生 南通达即南通达 所以印度有那么多外道 那么用功在修行 没有人得解 佛陀本来也跟着这些印度外道修 苦行外道 修定的外道 瑜伽外道 但是也不能得解 后来佛陀在菩提寺下 非常用功的去思维 那么生起了无肉慧 他才发现到 原来原来原来在这里 那也因为圣生 所以佛陀有这么一个传说 佛陀成了佛解脱了之后 发现到这个道理非常深 如果我去跟这些外道 当时就是每个人都外道 那都是这样修论 我这样的解脱 那么如果我去跟他们说 他们也可能不容易理解 所以才有犯天勤法这种事 才有这种传说 好 那就表示知道什么 表示因为这个道理圣生 那么可能一般的人不容易理解 理解不了 就圆其圣生 所以圣生即圣生 难通达即难通达 圆其实在太深了 如十二支的因果相生 无名形式 明是耶稣出生爱情 说明了生死的无限圆形 这已经是很深了 如果没有佛跟我们讲 老实讲 我们怎么想也想不出来了 老实讲 如果不是佛教徒 有在接触无我的观念 世间人怎么想 你想想我们没有学佛之前 梦都没有梦见过无我 连因果都不知道 不要说无我 连善有善罢 恶有恶罢 这种事 我们都不知道 那么 我们都不晓得 我们受苦 基本上跟我们的业有关系 刚刚这样我们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可能去想到无我这件事 你想想中国奴家的思想 不要说奴家 中国诸子百家里面 那么除了老子有稍微一点点 可能有这种思想 那么其他的 不管是哪一家 谁有收到缘起 老子还没有谈到缘起 但是老子已经稍微有 有这种思想 就是讲到无我的 但是他讲无尾 但是还不太一样 但其他的 你看 几千年的思想里面 谁收到无我 没有 希腊 罗马 西方的这么多哲学 那古来的 哪一个有讲到缘起 没有 那么多 这些人不是不聪明 也很聪明 也很聪明 但是这个道理 其实不容易知道 那么多哲学家 东西方出了那么多哲学家 出了那么多宗教家 没有人能够知道 那你就知道这个不容易了 那佛陀在福庭树下悟得的这个东西 不容易 所以我们说 所以说 再来观察 众生的生死 始终是这样 先了解 众生 为什么会有生死 所以我说 心情上就是两件事 生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这是一件 另外一件事 解脱怎么可能 解脱生死 是要怎么可能 就是怎么样才可以解脱 怎么样会有这样的生死如何 怎么样可以得解脱 其实佛教徒 不过就是了解这两件事 但是怎么样有生死 这个已经是非常深 那怎么样可以得解脱 这个其实 甚深复甚深 背负甚深 所以我们说 众生的生死 始终是在这样 无名 无名 行事 然后老生 病死 又悲苦恼 就是或越苦 或越苦 都是在这样下流转 只要是众生 是生死 就超不过这十二支的序位 那简单来讲 就是无名 他那 我们讲 常业生死 就是流转 是无名所欣 无名所富 贪爱所欣 就是无名 贪爱 生死 然后就这样 不断不断的流转 简单讲 是这样 那详细讲的就是 无名行事 乃至老病死 若被囊死 好 所以 超不过 没有干法超过了 这 无名 或越苦 或越苦 这样的一个序位 所以这十二支是生死的因果序位 我们说过 详细讲 在前面 184页 这边 就讲这个 有着必然性 与普遍性 就是 他必定是这样子 而且 都是这样子的 必定是这样 而且都是这样 这个我们再强调一下 就是 他有所谓的 法信 法助 法界 有佛无佛 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法信 法助 法界 这个是真理来的 那么 法信就是 必然是这样 法助就是 一定是这样 法界就是 普遍是这样 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这个不是佛规定的 也不是佛决定的 只是佛发现的 就是这样 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不管佛有没有讲 他就是真理 佛不过是发现真理而已 就好像牛顿 不过是发现地心引力而已 地心引力 并不是 是牛顿出现才有的 牛顿没有出现 就有地心引力了 地心引力不过是 牛顿发现的 告诉我们而已 所以 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佛出世 佛出世 我们才知道 佛不出世 我们哪里知道缘起 我们哪里知道 有因有严世间禁 有因有仪世间禁 不知道 但是 佛发现 告诉我们 所以 法信是必然是这样 他叫做必然现 这里讲的就是必然性 他讲两个而已 必然性跟普遍性 他讲的是 这个必然性跟普遍性 这是必然性 必然是这样的 这个叫必然性 法处就是一直是这样 他必然性 就是大家都这样 普遍是这样 这个叫必然性 这个叫必然性 这个叫普遍性 法处就是一直是这样 它必然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 那么这个我们叫做恒常性 它一直是这样子的 常住的 必然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 普遍是这样 有所谓的必然性 恒常性 普遍性 这个是真理 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 在美国也这样 在台湾也这样 在这个比如说诸行武场一样 在美国也这样 在台湾也这样 那么三千年前也这样 三千年后也这样 有佛出世也这样 普佛出世也这样 一直是这样 一直都是武场的 那么三千年前三千年后在美国在台湾 一直都是武场 而且决定是武场 必然是武场 普遍是武场 全世界都一样 就是这样啊 他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叫做法性 法处 法见 所以这个源起 源起基本上就是法性 法处 法见 这个是有着必然性与普遍性 这么快就没有了 就是这个人 要做法性 法处 这就是每个人的了 一段时间就能准备 是武场的 是武场的 就是武场的 是武场的 就是武场的 是武场的 有些人的 是武场的 武场的 是武场的 我就是武场的 所以他說從因果的不同事實 而誤解到一切眾生共同的必然的信 那麼堅定的信解 這才得到了初步的成就 但還要再深入 撤入更深的爭議 更深的是什麼 佛的開示連起 總是說持有顧必有 此生顧必生 簡單講就是持有顧必有 緣起詳細講 就是像這個無名其事 這個是序列的說明 那麼理論的說明就是 持有顧必有 此生顧必生 就說此顧必 此顧必 那麼為無名原形形原事 乃至生緣勞死 優卑勞勞 他說要知道 無名形 勞死 道勞死 這十二支 無名其事 明色六處 促說愛取有生勞死 這些 這十二支的因果相生 是緣起的事實或緣起的訓練 就一個一個這樣 就一個一個這樣 就是序列 那麼因為無名所以造業 因為造業所以敢造生死 這個是事實 必然是這樣 一直是這樣 普遍是這樣 那麼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序列 因為這樣所以這樣 因為這樣所以這樣 這個叫做 緣起的事實或緣起的序列 而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是緣起的法則 他是依這個法則 才有無名原形形原事 四元明色 依這個法則 所以才有這種現象 所以依此故彼的法則 才有 才有這一些六道輪文的現象 所以他講 這個是緣起的法則 因果的所以成為因果 果如果是死 那麼因一直推到前面 就是無名 那造業如果是果 那無名就是因 老如果是果 那麼死如果是果 那麼老就是因 因為老而死 或因為病而死 生老病死 那為什麼會有老會有病 或有死 因為有生 那為什麼會有生 就這樣一直推 一直推 所以生死 因果的所以成為因果 生死的成為生死 都離不了什麼 此故彼 離不了這個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的應律 這個叫此故彼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簡單講就此故彼 這樣 就進到了緣起事物的一般女性 試問 因果到底是什麼意義呢 他說 怎麼樣才會成為因果呢 依佛開示的緣起來說 我們先講有 是存在的意思 結果我們說過了 一切的有是指存在 那這種存在 佛法大家講到有的時候 這種存在也有兩種 一種是現實的存在 一種是未來的潛在 就這兩種 這上次我們也有說過 不過 每次都提醒一下 提醒一下 我們就會知道 有 是存在的意思 有這種存在 比如說 這有佛像 那現在佛像存在在這裏 有花 那這個 這是一種存在 那現實的存在 現實的存在 另外一種是未來的潛在 也是一種有 有 那麼意思是什麼呢 比如說 我們講 十二元起裡面 無名其事 名色六處處 說愛取有的有 指的是這個 十二元起裡面的有 是未來的潛在 十二元起的有 無名其事 名色六處 因為它是三世兩種 如果從三世兩種來看 如果一插那 插那語題又不是他 三世兩種 無名 無名原邪 這個是過去的 無名其事過去 是 名色六處處處 然後愛取有 是未來的因 這是你現在的愛取 然後有 有就什麼 有生死 有五運生 有生死 這個是未來的 你現在就造作未來的有 因 就潛在 所以這個 十二元起裡面的有 是未來的潛在 那我們講 我們講 這個 這個 比如說 比如說 生有 死有 老有 中有 這個是 這個都是現在的存在 你現在 這個叫做本有 比如說 四生九有 那麼 九有是九類的有情 那麼這個都是現實的存在 三有 欲有色有 無色有 三有四有 九有 二十五有 這個都是現實的存在 三有 我們就是四生九有 二十五有 這個就是眾生的分別 這個都是欲界 欲有色有 無色有 欲界的眾生 是現在的存在 那人裡面有四種存在狀態 那生有本有 死有 跟中有 這生死之間 比如說四有 四有是 人 從生到死 從生到死 那又從死到生 從生 這個是生有 剛出生的時候是生有 要死之前那個是死有 生到死之間這個是本有 那這個就是三有九有裡面的 那麼死之後又會生 死之後又會生 就生死生死 那這個死到生之間是中有 他這種存在 就是已經死了 沒有死有的 那麼還沒生 生就生有 那死到生之間已經死了 但是又還沒出生 這個中間就中有 他還是一種存在 就存在 好 那 所以 這裡講到 他說有就是存在的意思 這不是自有 擁有的存在 而是生命的存在 所以他不是一子的存在 那這就是因緣合合的 因緣合合的存在 因緣合合的存在 所以這種叫做假有 它不是實有 它叫做因緣有 假有 它不是真實有 好 那麼這個是 不是自有 擁有的存在 而是生命的存在 所以又說生 是限期的意思 他說 因為徹底的意思是講 存在的就是限期的 就是現在所有的 那麼 就叫我們煩惱 限期的煩惱 那麼這些是限期的 限期的就是存在的 像現在我們一直看到的一切 都是限期的 都是存在的 為什麼能夠存在 那麼就是一切法 一切法存在 那為什麼會存在 你為什麼會在 我為什麼會在 這一間中道為什麼會在 這種現象為什麼會存在 為什麼會限期 它本來沒有啊 為什麼會有 那麼這都離不了因緣 那一與因緣的關係 才能存在限期 你的存在 我的存在 這個中道佛學社的存在 那基本上都是因緣的 它一開始沒有 那現在有 那未來一直會有嗎 沒有 時間過 因緣過了它就沒有 它也許50年後 也許100年後 也許1000年後 不知道 它就不存在了 那麼眾生是這樣 那麼國土是這樣 都是這樣 世間任何一個東西 任何一個現象 就包括這個銀河系 銀河系已經存在多久了 地球已經存在多久了 那地球一開始就有嗎 沒有 一直會有嗎 沒有 它持續多久 不一定 那這個地球 據說有五十億年 據說 那是五億年 五十億年的樣子 那太陽呢 太陽好像更久一點 那這個銀河系更久了 但是 它都是一種暫時的存在 它會一直存在嗎 不會 不會 那所以 一因緣的關係 都離不了因緣 一因緣的關係 才能存在限期 哪個因緣呢 也就是那個因緣 因緣而存在 但是那個存在的因緣 也是還要依其他的因緣而存在 就舉例來講 這個中道佛學社是因緣存在的 但是這個中道佛學社的因緣是什麼 比如說支舞 比如說如遠法師 是因為支舞去認識的如遠法師 去加拿大認識的如遠法師 然後聽到他的佛法 這個中道佛學社 他是這樣的因緣 可是支舞也是因緣而存在的 如遠法師也是因緣而存在的 所以 這個中道佛學社是依支舞跟因緣緣法師 那支舞本身也是因緣 因緣有因緣而存在的 如遠法師也是有因緣而存在的 所以 這一些 這一些也還是因緣的 所以他說 那個因緣也是存在的 也是陷起的 那個因緣自身 既然是存在陷起的 那當然也要依於另一個因緣 所以 這個就是另一個因緣 當然也不能 不能不是存在與洩體 就這樣 這樣去推 深刻的觀察起來 盡世間一切的事事物 盡一切眾生的生死死生 無非是成立於這樣的原理 你一直往前 一直往前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那麼 一切存在的都是這樣 一切因存在而存在的也是這樣 那麼 所以 因存在 所以果存在 因陷起 因陷起 所以果陷起 就此有故比我 此生故比生 此無故比無 此滅故比喻 就這樣 一切都是因與因緣的 也就離不了因緣 離了因緣 是不能存在的 依這此有故比有 此生故比生 的定律 來看 觀察起來 什麼都不是自有的 擁有的 就是 不是很慘的 那麼 一切世間 一切生死 無論是前後的 同死的 不管是前後的因果 同死的因果 都無非是輾轉相關的 相依相待的存在 輾轉相關的 相依相待的存在 才能成為因果 就是 因為有這樣 所以 所以 這 錯綜複雜 但是 不管再怎麼樣 錯綜複雜 決定是什麼 輾轉相關 相依相待 所以 從佛 證物的 此有故比有 此生故比生的 因果定律 就能證見 因果的生意 而不是 庸俗的因果觀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 趙耶穌 當然 這個不只是這樣 簡單的這樣說 那麼 依照這深刻的因果觀 就是一切事物的存在 一切法的存在 離不開 持有 不必用 就是 層層的 這個 輾轉的相關 那麼 用這個因果觀 來觀 正觀一切 就用這個深刻的因果觀 緣起 那麼 來觀一切 就能正確的理解 一切法 都是無常的 就一切法 那我們先來講 這個一切 一切法的這個概念 佛法講的一切法 最初這一切 主要 主要是講 我們身心事件 身心事件 那重點是這個身心 身心就是事件 那主要是五月 六處 這個身心 是五月 或是六處 或是六戒 重點是五月六處 有時候講六戒 那麼 主要是這樣 就一切法 所以一切法無我 主要就是 我們講一切法無我的時候 主要是在講五月無我 所以一切法無自信 主要是在講五月無我 所以一切法無自信 一切法空 主要是在講五月無我 主要是在講五月無我 後來當然擴大到三合大地這一些 就講的 講後來一切法就 就講的多了 色法心法 心所法 心不相應心法 就講的多了 但是這一切其實都不應該我們五印身心 那六根對六成所認知的 都不應該不害這一些 好 那現在來說 這個 他說 如果我們從此故 比的這個現象來看 那麼一切就是無常的 是空的 是無我 存在於生起的一切法 那存在其實就是生起的 生起的其實就是存在的 這一切法都是無常的 你看 氣界 就我們把它擴大到所謂的這個世間 這一切法 那麼氣界 氣界就是氣世間 叫做國土世間 三種世間 五印世間 友情世間 國土世間 都不離開這幾個 就友情 所以我們如果 如果 如果 我們把這個 用佛法來分 其實就兩個 叫做情與無情 有情 有情界與無情界 佛法就這樣分了 有情界與無情界 那有情界就是有情世界 無情界就是國土世界 那有情界裡面的人 我們是五印世界 就細分了 那天人不一定是五印的 天人不一定五印的 這樣子 無色界天 只有四印而已 色色小情緒的詞 那麼 氣世界 沉而壞 叫做沉住壞空 那麼 國家興盛而衰亡 那麼興盛敗亡 眾生 在生而老死 就生老病死 一般我們是這麼說 就是 世間的一切法都有 沉 世間的一切法都有 深住意念 那這深住意念裡面來看 有情之沉住壞空 那是這樣 一切法都是在深住意念當中 深念 一切法都是深念的 一切法無常 那無常就是深念的 深念就是無常 有生有滅 有生有滅 無常 那無常就是無我的 那先來講這個深念 這個深念 講多了就是深住意念 這一切法有四項 一切法有四項 就是深念裡面 住跟一 那麼維持 然後坎生變 然後沒有消失 就是深念 那這個深念法裡面 深念法裡面 如果從有情來講 有情來講 就有什麼 生老病死 簡單講叫生死 簡單講叫生死 有生死 那詳細講叫做生老病死 那深念 詳細講叫做生住意念 氣是這樣 氣是這樣 那無情呢 有情跟無情 無情就是國土世間 這個是有情 無情 無情就是國土世間 國土世間 有時候叫做氣世間 氣世間 國土世間 那無情就是什麼 沉住壞空 那有時候叫沉壞 就沉住壞空 那氣是這樣 那這個 這個生命裡面又有分 生命裡面又有分 一起生命 生命又分三個 叫做刹那生命 等一下就講這個東西 刹那生命 刹那刹那那就改變 刹那生命 一個叫一起生命 一起生命就是 從生到死 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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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生命 刹那生命 比如說我們 我們從生到死 這個叫一起生命 那麼 但是我們從生到死之中 從生到死之中 是刹那刹那在改變 已經刹那刹那在改變 所以這個叫刹那生命 這個叫做從生命法裡面 這個叫做一起生命 還有一個 後面還有一個叫大齊生命 大齊生命就是從生死到解脫 從生死到不生 從生命到不生命 你因為你一起生命 一起又一起 一起又一起 不斷的循環 那你這個刹那 比如說我們現在 細胞不斷的在 細胞不斷的在新陳代謝 不斷的新陳代謝 新陳到什麼時候 新陳到你這個死了 他就細胞就不再新陳代謝了 另外再出生 然後又開始細胞又新陳代謝 所以我們現在不斷的新陳代謝 刹那生命一直刹那生命 刹那生命到我們死了 就不再刹那生命了 就換成另外一個 就又出生又死又生死 那這樣生死生死 生死到什麼時候 生死到解脫不再生死了 這個叫做大齊的生命 其實是這樣 好 那現在開始講 眾生在生而老死 初顯的時候是一起無常 叫做一起生命 生命的就是無常 一起生命就是一起無常 那如氣界的成外 眾生的生死 似乎都經過一個安定時期 而後滅見 但是細微的講 叫做剎那無常 所以一切都是剎那剎那的生命者 才生即滅而不住的 所以這裡說到兩個 一個就是剎那的生命 一個就是一起生命 另外不斷不斷生死 到你不再生死 這個叫做大齊生命 好 所以這一切為什麼會是生命無常 那為什麼會有這一些剎那生命 一起生命 那麼為什麼 因為無常 所以無常才有生有命 詳細的說叫做生 有情 有情 叫做生老病死 那無情 就是世間的 這國土世間 有情世間是生老病死 國土世間是成住外空 那麼總說其實都是生住一命 那麼我們也可以從五義世間 它是生住一命 總說來講都是生命生命 氣是這樣的 所以從依陰緣而有的 因為這個都是陰緣有的 有陰有也是變形 持有故彼有 所以依陰而有的 也不能不依陰緣而消失 所以緣無也就不依陰無了 當然從陰緣而生起的 也就依陰緣而滅 所以持有故彼有 那麼持無故彼無 那麼這個是同志 所以一緣而存在生起的一切 必然必定位 是生滅無才的 因為時間到了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好 大家平常一笑 願以此功德 不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國道